君宏酒店遭到法派歇业 早上由法院带领德表者进行点交 而前一天代表牢方的前饭店员工 有近50人到场举白布条抗议 要求前董事长还钱 双方在现场张持还差点爆发口角 举布条高喊要董事长还钱 这群高雄君宏酒店的前员工 一早近50人代表牢方聚集外头抗议 现场差点与代表前资方的员工爆发口角 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警方也赶紧在中间阻挡 而他们目的就是要前董座张姓辉 偿还资钱费和预告工资 其实薪水是给了 可是赚了钱不把资钱费给我们 预告工资都不给我们 结果29号就是君宏的点交日 依照法院跟得标的海拔王集团 就在警方借户下上楼 而前君宏营运团队也派人参与 但张清辉却质疑这点交程序有问题 事情没有理清 那么就要强制点交 所以这个部分法院蛮横的执行处 蛮横的要执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资产都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也想说资产可以处理掉的话 我们还可以来解决部分的员工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用任何的情绪去面对 这一些无辜的员工 镜头前说不会把情绪带给员工 但不过今年初 君宏以54亿多元拍出后争议不断 先是协业清算 钱董作也多次带人在饭店前抗议 如今又有前员工跳了出来 要求钱东家归还基欠工资 也让这座曾有全台最高五星饭店的君宏酒店 争议不断 这许是叶振云高层报道